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宝马5系不能匹敌了 但是宝马5系也有自知之明 所以不选择在这方面去竞争 而是选择用舒适度去与对方抗衡 很是有趣了 于是在它的前排后座 就做了特别的加长加后处理 同时支撑性又良好 坐垫长度适中 并且与后排配置上了柔软度极高的头枕 让人是享受无比 而动力方面 宝马5系其实比奔驰一级相对出色些 再加上宝马5系的优良悬挂调校 更使其绿震相当的精彩 就算路面有细碎颠簸 都能过滤的非常到位 那高级感看起来简直是相当的强悍了 外观上奔驰一级在整个家族车里 话说也辨识度不高 有点像老大哥S级 又有点像小弟C级不像惊人 而宝马5系却不同 车身尺寸以及前后脸的设计 都让它有了自己个性的特色 观众员超好 同时奔驰一级的车型 更有点偏沉稳内敛性质 而在这个90后崛起的时代 当然宝马5系这种运动风 就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了 所以总的来说 主要还是奔驰一级在消费人群上的定位 输给了宝马5系 这结果应该说是市场的必然选择咯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当然了 也欢迎您留言转发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